去年打了流感針 其實今年都需要打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上一年的流感針 屬於上一年度的疫苗 就會跟新一年度的疫苗的成分有些不同 而且疫苗最佳的保護期 通常一般為四至六個月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打新年度的流感針 2018年度的季節性流感防疫注射計劃 在2018年10月24日展開 合資格的市民可以分階段到醫管局核下醫院 專科或普通科門診免費接受防疫注射 包括有高風險情況或需要長期服用 阿士匹林的疑科門診病人 65歲或以上在專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的長者 在醫管局核下門診求診的智障人士 以及領取傷殘津貼人士 以及下列領取縱援 或持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人士 分別是 在醫管局核下診所接受產前檢查的孕婦 有高風險情況人士 50歲或以上人士 而在11月5日起 所有65歲或以上的長者 都可接受免費防疫注射 至於從事致養及陶載階級或豬籍行業人士 可以在11月12日起 透過內部安排到醫管局核下的指定診所接受防疫注射 我們決定疫苗種類不是靠估 而是經過科學實踐 其實世衛在過去十年 都有幾高的準確率去估計疫苗 而疫苗種類都有分幾重的 成分有不同 也會對抗不同的病毒 今個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中所用的季節性流感疫苗 是四架流感疫苗 包括兩種甲型流感病毒 和兩種月型流感病毒 其實流感病毒有分甲月丙這三種類型 而流感針大致上最佳預防 都是甲型和月型的流感病毒 並不是有效預防丙型的流感病毒 或者其他病毒 和細菌引致的呼吸道感染 所以即使打針後 也要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 市民如果想知道 多些有關流感防疫注射計劃的資料 可以向各診所查詢